ok 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三年级数学活动本来到这个第84到85页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84页的这个B项 在正确的步骤画购 ok 你看到这个第一题 5670除以9 那么可能这边很多个步骤算 其实你可能不用算那么多 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 它是这样 那么7加2你看到是9 3乘3你看到是9 4乘2得到8 6加2得到8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ok 比如说是这样 我们把这个号码弄小一点 所以呢可能我们就 36除以4看除9等于多少 那么你知道这个9的乘法表9是36 所以呢这边呢其实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样子 所以我可以先 啊 我把36哦 我先除以3哦 那么这边呢3的车发表 12 3 36 那么另外一个呢你就把剩下的12哦 除以3 所以也是3 所以也是30发表432哦 啊所以很明显这个 4跟这个4啊是 一样的答案哦 那么这个9呢就是3乘以3哦 所以用一个正方形来代表3乘3是得到9哦 那么这个最后答案是我画一个圆圈哦 所以如果现在我这样做的话另外一个36 如果除以7啊可能除不到哦 那么你就拿那个答案来除以2 好像也不是很对哦 所以通常呢在做这些题目的时候通常啊我们的这个 除法呢都是由分开的这个 我们在应该是讲分析哦 画给它小了哦 我们是用乘法来代表的 不是用加法哦 所以看到这个7加2得到9哦 其实这个是不乘哦 我们应该是要拿来 呃 乘法咯才对哦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呢直接我们可以直接断定 339是直接在这边画勾哦 然后在这一题呢就是428是这边哦 所以这个答案肯定是错的 这个答案哦 没有打勾肯定是错的 所以你可以试看自己去算看哦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讲哦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C项了 OK这个C项 他是讲算一算画出数学精灵吃掉 答案比较大的算是哦 所以这个呢 口打开的话就是代表比较大的意思哦 所以不要讲他啊 你就不会那么头痛哦 那么这个嘴巴一开的话 就是代表他比较大 在左边这边哦 就是这样子而已哦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先乱话 我们可能要一个个加来算哦 所以现在这个我们就做一个第一题啊 所以这个是第一题 所以第一题 所以第一题 左边呢就是750哦 那么我们就 没有写单位哦 我们直接向试看做哦 750除8哦 所以 9872哦 所以这边是一个30哦 所以我们就 6 8432 83 24哦 OK我们就不用算完哦 所以这边大概就是93哦 那么这个另外一题是623 除以7哦 那么 9763哦 8756哦 所以976 所以这边是肯定是80多 所以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哦 这个第一题呢 是这边 比较大哦 所以这边比较大哦 所以等一下我们才画完好 所以现在这个第一题我们已经啊 做完了哦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你就不用太过浪费时间去 呃做完好 所以我们眼睛是画这边哦 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 OK 再来我们就看第二题哦 OK 这个第二题 第二题这边呢 啊 比较容易的是这一个除法 那么这边就是除100 小数点在这边哦 移一个移两个 所以 这边呢 左边肯定是12令吉哦 啊 那么这边可能你就要算 所以我就没有写这个单位 除以6哦 那么这个32 6636 5630哦 所以这边24哦 所以6424哦 所以这边呢 肯定大是在 右边哦 因为这边已经是12令吉罢了 这边是百多令吉哦 所以这个 他的嘴巴张开是在这边 没有 这是大了 所以我们先画倒转哦 所以眼睛是 在他大概在这边中间啊 他画到哦 所以大是这边哦 OK 教训我们看这个第三题哦 OK 第三题我就画这边哦 这个第三题 OK 第三题我们就 看号码罢了哦 所以就没有写单位哦 除以 9哦 另外一个是700 啊 470 除以2哦 所以 928 27哦 9327 那么090哦 这边是230哦 所以220 7 326哦 10 520 啊 所以这边可能有一点相差 很少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比较大的是在右手边这边哦 所以我们就要做完好 所以这边就是 这样画哦 OK最后一题这个第四题哦 那么第四题我们就6222除以3哦 这边是8188 除以4哦 所以236 2 030哦 22 7321 12 432哦 OK 到这边哦 248 040 那么这边446哦 28 7428 所以可以看到哦 比较大肯定是左 左手边这边哦 所以呢 这边就是比较大是在这边哦 那么这边很明显是不够未做 那么可能你要做在废纸哦 那么这个这样就这样点哦 所以就已经完成这个部分了哦 那么 啊可能估算会比较难一点哦 那么可能你要去我们讲详细的做出来哦 才比较好 才比较ok哦 ok 下去我们看这个第85页哦 ok 85页是讲到这个各国的这个钱币哦 ok 根据各国钱币的一部分特征 填上正确的英文字母 所以只是填这个英文字母 所以只是填这个英文字母 罢了哦 ok 所以我们看这个哦 ok这个我就带来了 这一个比较 啊 ok 那么你看这个啊 这个是样本来的哦 那么你看到这个标志啊 就是在新加坡地标哦 他那个狮子喷水 那个如果你记得的话哦 可能你有去过新加坡 你看到这个这个 这个他这边写新加坡就是新加坡 所以这个是一个样本的这一个啊 钱币哦 所以呢现在这个 他只是展示一部分给你看哦 所以这个 新加坡我们就放一个S哦 ok这个是新加坡 ok然后这个呢 你看到大红花 就是啊 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 所以这边是Bank Nagara Malaysia 所以T是这个哦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 啊尤其是比较你比较熟悉的这个 啊 50令吉哦 那50令吉就是这个Bank Nagara 所以我们有大红花就是这样哦 所以这个是样本来样本来的哦 ok接下去我们就看这一个 啊 有两个人出现了 那么这些都是国家领导人那个通常哦 所以我们先看到这个我就找到这一个 啊 这个哦 哦 那么看得出 如果你看这个样本的话 这个是什么 越南哦 啊 越南通 他通常有个东字的 我这边看到哦 所以越南哦 所以越南是P哦 所以这是P哦 所以这个是越南哦 所以你记得这个就是越南哦 哦 ok 接下去我们就看这个啊 这边要写Indonesia 哦 就是印度尼西亚肯定是这样哦 那么你看到他们是回教国 所以有带这个Songkot 你可能会看到哦 那么这个就是 啊 还有一个特征是这样 印尼的 印度尼西亚或是印尼哦 这个不是India 这个是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他不是印尼哦 所以他们的这个钱呢 他们的号码都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看到这个哦 那么这边有多个零 一二三四五个零哦 所以这边就是这样哦 所以他们会带这个 我们讲所谓的Songkot 所以看到 啊 每个星期五可能你会看到 回教徒他们都有带这些帽子的哦 Songkot或是白色的 还是黑色还是怎样哦 所以看到这一颗 啊 是肯定是印尼哦 你看到这边是Songkot 所以这个是印尼的钱哦 OK 再去我们看到这个 OK 这个是泰王啊 我们这位是泰王啊 如果你看到可能在 啊 电视级你可能会看到好 所以这一个 啊 泰王哦 所以 那么在 如果你看到 一些啊 媒体都有报道啊 通常都是比较富有的人哦 所以这个 这个 泰国Q哦 OK 这样去 剩下的就是 很容易看到这个 PS啊 这个有了 有了 T有了 Q有了 给U有了 OK 这样去就是缅甸哦 所以看到这个是 缅甸哦 啊 所以这个是缅甸哦 那缅甸 缅甸 叫做 如果英文的话哦 所以你看到 这个 有这个 呃 动物的话哦 就是 我们讲 缅甸哦 OK缅甸的这个哦 所以呢就是R 所以这个我们也做了 好 OK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 观察硬币的特征哦 那么写出国家的名称啊 这个真的是要写哦 所以看到这个有写一个 啊 Brune night哦 OK 可能你可能没有什么看到哦 可能要focus一点哦 那么这边可能你要看他有写一个 如果你正式看的话 这边是写一个Brune night哦 所以这个就是啊 OK 我可能再focus一点哦 OK 所以我写这个是问来哦 所以这个三点水一个文字哦 然后炒字头 然后啊 来哦 所以这个是Brune night哦 那么有人可能你 上网看到他没有三点水哦 都可以接受了其实哦 OK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第二题哦 OK第二题你看到这个有冬字哦 那你看到他这个有一个 啊 这边是写一个冬字哦 那你看清楚一点啊 这边是有写一个DONG这样哦 所以呢 啊 如果看回这个有DONG呢 刚才我有展示给你看哦 啊 这个哦 所以这个哦 有一个DONG呢 通常就是越南哦 啊 越南哦 所以这个是 还有写一个DONG 跟这个硬币都有了哦 那么一个国家肯定有硬币跟 啊 紫币哦 现在30星哦 那么可能你看到很多电子钱包还是什么 还是可能虚拟货币啊 那个可能是啊 未来的事情哦 所以现在我们暂时还是用着 啊 钱币哦 那么 钱币有硬币跟紫币哦 以前的人是用贝壳 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一个这种哦 所以呢 现在 啊 我这边就写一个 ok 刚才那个是越南哦 所以这边越南的月哦 可能你要写好来哦 可能有人会写到这个写一个橙字哦 所以这个不要写错哦 照着这边写完了哦 越南哦 ok 这样去我们看啊 今天一令吉对外币的汇率哦 啊 所以可能如果你有去其他国家旅行的话 可能爸爸妈妈会去换这个钱币哦 所以他就是去这个money changer换一些钱回来哦 好让他去旅行的时候去 啊 可以在那个国家用哦 ok 不过现在冠兵通常是比较少一点哦 所以这边呢 通常你可以讲座呢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 ok 你可以使用 不一定要上网找哦 你可以使用这个手机哦 那么手机是这样 你可以去按这一个 你可以去找这个哦 X1哦 ok 可能我再focus一点哦 ok 这个应用程序呢 是比较好用哦 你可以去这个playstore这边哦 playstore去找这个X1哦 就是他是 ok 如果你看这边的话 今天这边是5月11号哦 那么他可能就是大概60秒 这样他就会更新哦 所以这个呢 啊 他现在是这边写什么 1令吉哦 所以这边呢我可能就点一点哦 写一个1哦 然后我就按 这个 Done哦 可以在我刚才在这边点哦 1 1啊我就按一个Done哦 所以呢这边呢是什么呢 就是5月11号的时候大概 3点48分哦 所以呢这边1令吉马币呢 1令吉啊等于 ok这个是泰国Buff哦 那么新加坡是新币哦 那么还有这个啊文莱哦 Dollar哦 那么还有菲律宾是Peso哦 ok可能我手机这边你不要看到哦 ok所以这边呢 ok如果你看这边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要写 啊 两个位数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这边写这个7.55哦 ok这边我是写 2021年哦 2021年5月11日哦 5月11日哦 所以呢1令吉对于这个泰国呢 这边是7.55哦 所以这边我就写一个7.55哦 ok下去呢就是到新加坡这边是0.32哦 ok这个还没有写什么0.32哦 然后这边也是接近0.32哦 那么文莱的钱跟这个新加坡钱有一点接近哦 那么菲律宾是11.62这边哦 ok这个 单位这边是没有啊 啊写哦 那么我们就直接写这种是 啊小数不了哦 所以这边可能你看到比较清楚 ok现在我就focus回来这边了 可能你看到比较清楚一点哦 所以刚才这一个的哦 我把这一个号码呢 完全写在这边了 可能刚才你没有什么看到 所以现在已经focus回来了 你就比较看到一点哦 ok所以现在这个是已经做完了了 哦那么这个是 啊三年级数学活动本哦 84到第85页哦 ok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在这边subscribe哦 那么可以看起来有关系的 video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啊 video下面这个链接啊 那么你可以按哦 可能可以下载APP 或者是下载答案哦 可能可以下载APP 可能可以下载APP